小伙伴们好呀 欢迎收看来啊观人 我是王婆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漫改编电影 溺水小刀 女主夏衙是一个15岁小有名气的平面模特 由于住在乡下的爷爷上了岁数 所以一家人只能搬离原来的住处 到爷爷所居住的镇上来帮忙打理爷爷的小旅馆 傍晚时分夏衙来到海边去散步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男孩阿航 阿航的家族在镇上很有名望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阿航总是有些桀骜不驯 夏衙第一眼见到阿航就觉得他很特别 开始新生活的夏衙来到了学校 发现阿航居然和自己同班 可当班里的同学都对自己小明星的身份 表现出羡慕和亲近的时候 阿航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甚至很不屑 阿航的举动成功引起了夏衙的注意 夏衙很想得到阿航的关注 所以就揭拍了著名摄影师为自己拍摄写真集的邀请 而阿航其实也喜欢夏衙 只是他不懂得如何表达 所以就在夏衙拍摄写真的时候 用石头砸摄影师的脑袋 用这种捣乱的方式来吸引夏衙的目光 不久夏衙的写真集拍出来了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阿航 阿航看着夏衙的写真 听着夏衙诉说心中的不自信和对自己的喜爱之情 不善表达的阿航从书包里拿出了一瓶汽水 递给夏衙 看着夏衙笨笨的把汽水洒了一身的样子 阿航凑到夏衙身边 那两个人就这样 嗯 电晴了 由于写真集拍摄的很成功 所以摄影师再次发来邀约 想要邀请夏衙出演自己拍摄电影的女主角 夏衙立刻跑去征求阿航的意见 夏衙说自己不想当什么明星 只想待在阿航的身边 阿航却说夏衙是个笨蛋 居然放弃自己的前途 哎呀妈呀 我感觉有柠檬在围绕着我 夏衙知道阿航心里是喜欢自己的 但阿航又偏偏一句喜欢都不肯说 于是夏衙就放狠话说 啊 那我就去当大明星 大时候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你可别后悔 她希望这样能让阿航回应自己的喜欢 可阿航就是死牙子嘴硬 还是不肯说 只是和夏衙交换了手链 把手链当做对对方的陪伴和保护 气象学机 好吧 我暂且认为这也算是表达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很快就到了镇上最古老的庆典 镇火节 白天阿航和夏衙两个人手牵着手走在街上 虽然阿航总是表现得很霸道 霸道的帮夏衙系紧腰带 霸道的亲吻夏衙 但夏衙还是很开心甜蜜 晚上阿航穿着白色的衣服 戴着面具 举着火把完成庆典的仪式 夏衙正在一旁观看 突然一个男人跑过来拉着他匆忙的说 他的爷爷病倒了 叫他赶紧去医院 夏衙来不及告诉阿航 只是跟同学小花说了一声 就被男人拉走了 阿航在仪式过程中突然发现夏衙送给自己的手链断了 阿航心中一慌 也不管什么仪式不仪式的了 匆忙跑开去找夏衙 阿航得知夏衙的爷爷根本没有生病 夏衙一定是被骗走了 他觉得夏衙肯定是出事了 赶紧朝着夏衙离开的方向追去 此时夏衙已经被男人开车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欲行不轨 原来男人是夏衙狂热的粉丝 他想要得到夏衙 夏衙挣扎后从车里逃了出来 遇到来找他的阿航 可男人出其不意的出现在阿航身后 打伤了他 并把夏衙扑倒在地上准备侵犯他 千军一发之际 夏衙的爸爸和村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夏衙 这件事情过去后 夏衙升入了高中 学校里还是流传着一些对夏衙不好的流言蜚语 夏衙从那个被簇拥着的小明星 变成了一个被孤立的受害者 大家都说 夏衙之所以没有追究那个男人的责任 是为了保持女明星的形象 以和解来伪装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阿航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 如果当时自己能够好好地保护夏衙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夏衙 觉得夏衙应该找一个能够好好照顾他的人 所以阿航总是躲着夏衙 还成天跟一些不良青年整日私混 可能阿航觉得 只有自己变得很厉害很会打架 才能在喜欢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他吧 夏衙的同学大瑶注意到了孤单的夏衙 主动来找他聊天 摘漂亮的山长花 让他品尝甜甜的花米 带他去打棒球释放压力 在他生命的时候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 大瑶就像是夏衙黑暗中的那一束光 温暖有力的照顾着夏衙 慢慢的夏衙也被眼前的这个大男孩打动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夏衙心情渐渐好起来了 他坐在地板上涂支架油 深蓝色代表阿航 它是那么神秘莫测 却又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红色代表大友 它总是阳光明媚的能带来温暖 像是盛放的山长花那样 夏衙给九个支架涂了蓝色 一个涂了红色 日子平淡的过着 夏衙突然又接到了摄影师 邀请自己去拍电影的电话 只是夏衙这次想要拒绝 或许面对那样的曾经 平淡的幸福 才是夏衙更想要得到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 摄影师去学校找到了夏衙 并讽刺她现在的样子像个村姑 还说多谢夏衙 这样让她死心 不枉费她白跑一趟 夏衙很生气 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你给我的剧本是什么鬼 凭什么要让我眼背强奸的角色 凭什么 我就得这样被你们羞辱呢 可摄影师轻蔑的说 你不就是这种人吗 这让夏衙很受伤 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 却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为什么明明受害者是自己 却偏偏要被所有人吃下 夏衙到庙里去乞讨 在树林里遇到了钢打玩家 满身是伤的阿航 两个人来到阿航的小屋 夏衙很担心阿航现在的状态 她希望阿航能像从前那样 blingbling的活着 但阿航却告诉她 那个blingbling的人早就已经死了 阿航还是在心里 怪自己当时没能保护好夏衙 夏衙把她当作blingbling的神明 她曾说大山大海都是自己的 可这样的自己 却不能照顾好那个心爱的女孩 这算什么神明 所以阿航深深地亲吻夏衙后 表示以后两个人不要再见面 不要再彼此折磨 阿航告诉夏衙 你那么美也很优秀 无论在哪里都能活得精彩 而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为你做的了 阿航始终没有正视夏衙 只是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刀掏出来扔给她 说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然后就背对着夏衙气不成声 夏衙离开了阿航的小屋 就算阿航再怎么推开她 可在夏衙心里 每见到阿航一次 心里对她的喜欢就更多一分 她决定听从阿航所说的去过新的生活 夏衙回到家把那个红色的指甲也涂成了蓝色 在她心里始终只能装得下阿航一个人吧 夏衙来找到大咬对大咬提出了分手 还说自己决定去拍电影了 大咬虽然不手 但还是在挣扎过后选择了祝福夏衙 夏衙准备离开小镇了 而这天正好是镇子里又一次的正活节 晚上村民们为正活节做准备的时候 小花发现 有个戴面具的人好像鬼鬼祟祟的 于是赶紧去把这件事告诉阿航 阿航立刻反应过来 这个人有可能又是来找夏衙麻烦的 阿航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 但已经为阿航考虑的小花 觉得夏衙是灾火之源 希望阿航能够远离夏衙 不要再去因为她而惹上麻烦了 可阿航一点都听不进去 她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再一次受伤 一个人在房子里的夏衙 果然碰到了这个勤反弹未遂的男人 虽然她掏出随身携带的阿航给她的小刀想吓唬男人 但是却还是被男人压在了身下 挣扎之中夏衙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屋里空荡荡的 仿佛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只是一场梦 夏衙躺在地板上慢慢回想 不 那不是梦 夏衙晕过去的时候 即使赶来的阿航制止了变态男 夏衙醒过来之后看到阿航正在暴打变态男 夏衙叫嚣着希望阿航能够把男人杀掉 还好即使赶来的小花拦住了阿航 可变态男发现自己已经得不到夏衙了 就决定在夏衙身边自杀 这样的新闻报道出这件事情以后 夏衙的演艺生涯就到此结束了 于是男人真的就死在了夏衙身边 夏衙再次晕了过去 之后阿航把周围的痕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或许是他能为夏衙做的最后的事情了 第二天男人的尸体和那把代表着阿航对夏衙保护的小刀 都被沉入了海底 阿航和夏衙也就这样渐远渐行了 镜头一转 夏衙拍摄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夏衙成为了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夏衙看着电影 想象着那是自己和阿航在一起的样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像极了中学时大的我们 用自己的懵懂无知去处理着那份沉甸甸的感情 因为爱得太单纯 所以才会让自己背负更多 总觉得只有自己变得更优秀了 才能配得上那个美好的她吧 可往往也正是这样 喜欢的人才会越来越远消失在人海 就像刘若英歌词里那样唱的 那时候的爱情 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 而又是为什么 人年少时 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 那时候的爱情 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 而又是为什么 而又是为什么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